我們劉貞呢 妳有沒有什麼好讓妳現要的東西 我覺得我大概最得意啊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很愛穿高跟鞋 可是我愛穿 光看她今天穿這雙鞋子就知道 好好看喔 妳看就知道 價錢是很昂貴的喔 下重本 她每一雙鞋子都好漂亮 對 但是這不是我要需要 重點是我真的很會穿高跟鞋 我曾經就是我出國啊 像一般人出國 都會帶平底鞋逛街 沒有我一律穿高跟鞋逛街 不會累嗎 妳要逛多久 我大概可以從... 因為我就起床吃完 在那個飯店吃完早餐就去逛街 所以我大概可以從11點 逛到晚上8點 所以嚴格說起來 妳的腳從來沒有離開過高跟鞋 沒有 妳不會邊逛街還邊跳國標吧 跳國標 很嚴重嘛 我們出國去通常都是不會 像我出國從來不會去戴高跟鞋 我不要說出國 連平常在台灣 我平常出去逛街 所以我從來沒有穿過高跟鞋 我一定穿布鞋或者拖鞋 夾腳鞋 對 比較好走 你知道我一定要穿高跟鞋走路 因為我有一次就是穿球鞋下樓梯 結果可能我不習慣沒有跟 然後我就採空就滑 就是滑了四五個階梯 真的喔 對 我唯一一次就是走路滑倒 就穿球鞋 如果連逛街都可以穿高跟鞋 真的是值得炫耀 所以男生就愛他 因為他連睡覺都穿著高跟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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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會怪怪的 我覺得有點激怒的心靈 男生喜歡女生 連上床都穿著高跟鞋 就有一種特別性感 很美 你看 當男生都點頭 真的啊 你們是不是 沒有啦 他們都是常常看那種片啊 才有 可是像我自己 我其實一直很想訂做那種 高跟的拖鞋 希望可以在家穿 可是沒有 妳連在家裡 妳都希望有高跟的拖鞋可以穿 因為我覺得鞋跟的 可能因為我...像我跳舞 我習慣站起來的時候 是比較挺的 所以如果我這樣站 我就會覺得我整個人 威下去了 對 怪怪的 那如果說有鞋跟的話 我就覺得好像我站起來會比較 的確 女生有穿高跟鞋 跟沒穿高跟鞋的站姿 這個體型是完全是不一樣 妳一穿高跟鞋 奇怪了 屁股就翹起來 然後腰是這樣子陷下去 然後屁股這樣翹起來 可是如果高跟鞋 穿太久是會長繭啊 然後呢 就有時候脊椎也會受傷 可是我覺得我很... 因為我知道怎麼樣正確 穿高跟鞋 所以我覺得因為是這樣 我可以穿很久 像我覺得啊 我覺得這邊也可以教 就是所有的女生 就當妳在穿高跟鞋的時候 妳來示範一下要怎麼穿 第一個妳一定要就是 就大家可以站起來跟我一起 對 把脊椎拉長 然後呢 第一個妳的肩膀 要放下來 放下來 這樣這個地方 千萬不能這樣子 對 不能耸肩 雙腿這邊才會打開 然後把肋骨關起來 怎麼關 肋骨關起來 可能就沒有開怎麼關 不是啦 因為很多女生她會覺得 挺胸就是這樣 她會挺到肋骨 也不行 這個要凹進去 妳要把胃部挑戰 妳看喔 妳要把胃部這邊收進去 收進來 誰說小腹的意思一樣 小腹是下面 小腹是要往上提 不一樣喔 肋骨關起來 肋骨這邊關起來 然後小腹往上 妳要不要摸我看看 我這樣有沒有算關起來 有 這樣有關起來 有 這樣有關嗎 對 就是妳要讓妳的肋骨 這個地方收進去 然後小腹是往上 然後屁股往後夾緊 夾緊 對 股往後夾緊 然後當妳在走路的時候 走路都要這樣子走啊 對 而且妳穿高跟鞋走路 妳一定不能從腳尖走 妳要從腳跟走 就是妳每一步 如果說這是腳 妳一定是腳跟腳掌腳尖 腳跟腳掌腳尖 腳跟腳掌腳尖 妳一定要這樣走 因為這樣妳的重心上去 才是穩的 所以我們通常走 可是我們好像要走出去棚裡 要這樣 要這樣 回來... 回來... 再回來 我知道 這個就像在那個英國 裡面修型一樣 走台步這樣子 不是 修型舉行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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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放這個 妳們這裡叫是鬼來了 不是 不是 妳這樣 妳可以穿這次嗎 妳就是第一人 不是 就是看那個小生 不是每次都這樣子有沒有 腳跟先下去 腳尖有沒有 起來又這樣有沒有 沒有 可是我們沒這樣 請請回座 其實我覺得真的這一點 值得劉真老師可以炫耀 真的容易 我們在座五位女生 相信做得到可能只有她 沒有辦法 好 這個讓妳炫耀 那還有呢 還有就是像我覺得我 雖然大家看我覺得 我可能比較焦一點 可是其實我超能忍痛跟吃苦 忍痛喔 我可以 妳忍什麼樣的痛啊 忍什麼痛 身體的痛啊 嚇我一跳 我以為妳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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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妳是太忍了 我都覺得不覺得高 妳看 她穿成這樣子都流汗 她一直流汗 一點汗都沒有 至少來一盒面子吧 讓她擦一下 怎麼會流 她剛剛都走那麼多路嗎 對…妳有用到很多力嗎 有 有痛嗎 她剛剛在關那個鎖骨是不是 妳是說了什麼事情 妳需要用忍痛這個字來 就是像我們平常在跳舞啊 那有時候會受傷 但是在比賽的時候 受傷妳還是要必須把比賽比完 尤其是我們的比賽都是整天的 比如說我們可能一開始是初賽 然後進入到副賽 然後再準決賽 決賽 所以一天這樣比下來 像我有一次在新加坡比賽 就是比到一半的時候我就發現 因為有一個動作是我要往左邊 然後五半往右邊 然後可能那個力量沒有喬好 就是會有一個簡歷就這樣一下子 我就是這樣喀啦一聲 然後我整個左半邊 我就覺得我聽到脖子有一個聲音 然後整個左半邊 沒有 當下就這樣一陣麻 就是從頭麻到腳 然後我馬上就知道不對 因為我常常跳 所以我自己知道身體的感覺 所以後來大概下場之後啊 我就跟我伴說 我覺得我剛剛那樣好像不大對 就是整個受傷 然後就開始 左手就開始有點拿不起來 很痛 因為我們出國比賽 我們隨身都有帶什麼止痛藥 然後什麼撒風趴死啊 痛貼貼啊 積勒 所以我就趕快吃止痛藥 然後繼續上場比 然後一直比到晚上 比完賽 然後回到台灣才看醫生 可是因為我延後 就是我大概拖了三四天 才看醫生嘛 所以醫生說 我頸椎的第四節跟第五節跑掉 對 然後壓迫到神經 變成說我後來就是 我一直到現在每天都還要做復健 而且它不可能真的完全好 就是它是一個救傷 那就變成像今天如果天氣比較冷 就是我就會先知道 就這邊就會痛 變成這樣子了 對 但是我要講的是 因為在比賽的當下 就是妳一定要有那種 運動員的精神 妳要把它跳完 然後我發現呢 其實大概最痛是在受傷後的 兩個小時 那妳一直跳... 大概跳到第四個小時之後 就不痛了 因為就沒有感覺 就其實妳的... 像我那時候左手很痛 可是我跳一跳之後 就發現手就沒有感覺了 是... 妳這個忍痛指數真的很高 達到一千耶 真的不容易 像什麼標準 對啊 妳的意思是因為 以後她如果生小孩 可以不用打麻醉 就是可以破壞 所以很容易 而且她一定不會叫 對不對 通常有的生小孩 叫到不行 有沒有 打老公啊 罵三字經啊什麼 她一定不會的啦 她一定是那種最好生的 而且呢 一定是又生了 生小孩是最美的那一種的 搞不好都還邊跳鍋 不要這樣 而且還在那邊跳 還有沒有什麼 還有沒有什麼讓妳炫耀的 還有 我有帶一件五衣來 我們來看一下五衣 妳的額頭很慘 好閃喔 這件五衣啊 對我來講有特別的意義 好漂亮喔 2005年就是有一個 三大五號的比賽 在台北的體育館 那我是代表台灣比賽嘛 它就是中國 香港跟台灣 那因為這件五衣啊 然後讓我上了兩個報紙的頭版 不是影劇版喔 是就是整張報紙的頭版 是因為這個五衣嗎 不是 是因為那個比賽 但是剛好湊巧 妳剛好就是穿這一套 對 我就穿這一套 所以她帶給妳幸運就對了 對... 而且像這件五衣 很多人出高價要跟我買 因為這件五衣 我做的時候好像是六萬塊 然後有人要出七八萬跟我買 可是我都不捨得買 因為對我來講 它是一個紀念 就是很有意義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 就是都不會買 可是這一件五衣 真的是很漂亮喔 真的好漂亮喔 而且這不是隨便人可以穿的 因為它只有蓋前面 後面全部都是空的 對啊 所以基本上那個背後的那個線條 肌肉一定要有 才能穿這一套五衣 我猜連講語衣喔 不好意思 有下雨嗎 聽說她超愛講謝謝的 講謝謝 謝謝 我不知道 妳喜歡謝謝嗎 我很喜歡講謝謝跟對不起 人家撞到妳 妳也跟人家說謝謝 妳舉例聰明 妳舉一個例 就有一次 我覺得我從小就是那種 我不知道 很有禮貌 然後因為我聲音又小聲 所以我就會就是 很容易就會很恭敬 就對人家很客氣這樣 那我記得有一次 我在那個 我記得我大概國中吧 國中 然後我在 就是那種一下課 大家都會到福利社去買東西 然後這樣全身就一拳衝進去 然後就會有人插隊 然後我前面就被一個很胖的女生 就這樣擋在我前面 然後我就被她插隊嘛 然後我就想說 我本來想要講 可是我就想說算了 因為她插隊 然後她就回頭瞪了 我以為看她 我就不敢講話 我就往後縮 那我後面的人又一直往前擠 然後我就擠到她 然後她就還很兇的回頭跟我說 妳幹什麼 妳急什麼擠啊 就她插我 她插妳的對 還罵妳 對啊 然後她就OK嘛 對 她就回頭說 妳幹什麼 妳急什麼擠啊 然後我一看到我就這樣 對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妳這個什麼叫做 妳不是說啦 撈手 沒用 沒用 妳不是說有什麼壞的 對 那不行耶 她基本上膽子太小了吧 妳沒講喔 妳這樣很容易被欺負耶 劉珍 對啊 所以我後來啊 我後來就發現 我特別崇拜那種很... 很有正義感 很有正義感 很俠女性格的人 就是我啦 妳就是要跟我做朋友 對啊 她就真的很有正義感 我真的有驕傲的事情 就是我超有正義感 我牡羊做O型的人整個 俠女的感覺 真的 我是上街的牡羊 妳知道我... 我以前就很喜歡鼎音姐 因為我就會看到鼎音姐 在節目上 對 而且她都很敢嗆男生 就是她覺得 明明就是這樣 我有道理 我為什麼不可以堅持 所以妳知道嗎 妳都現在知道 為什麼我跟鼎姐這麼好 因為如果我有什麼事 她會替我出頭啊 對啊 妳該不會出頭 妳該不會出頭